jeffek 我跟妳講 怎樣 看白鴿窣 第一名 第一名 我們以前不是錄音的時候 你剛剛是在選紅家里 還是變你的口頭 不是不是 被紅家里影響了 不是啊 我們一直在錄音的時候 對不對 人家很多人都說 啊怎麼不策錄一下 我要看那個影片啊 你們要拍影片啊 一開始的時候 一開始有沒有 對 很多人陸陸續說 錄音 反正你為什麼不拍影片 對 因為什麼白靈國 人家有策錄 要策錄一下 好 我們在第五十一集就開始了 沒錯 開始在靠北 怎麼了 又在靠北 錄雷不行 為什麼 說為什麼 錄了之後說 啊你這樣會不會 就什麼都不敢講啊 不自然啊 有包袱了 有包袱了 有鏡頭在拍啊 這樣會不敢講啊 靠北靠北 還有說 你不會臉看起來好累 啊 他這樣太辛苦了 靠北 他平常錄音就這樣啦 他不一定要錄音 就真的不得性 他就做自己了 我們很專業的 會因為鏡頭在拍 我們就不敢講嗎 哦 其實好像我覺得 差不多啊 我們好像是聊天 所以那個鏡頭沒有拍 我就好像 結果就沒差 對 我不太感覺到他的存在 對不對 我們就是那麼錄 有這麼笑嘛 我還是一樣笑腳 連我才喜歡你鏡頭在拍 你太小看我們了吧 沒事 鏡頭在拍我們就不敢講嗎 一樣敢講啊哪有差 對對對 沒有啦 可能有些事情 我可能會比較不敢講 除了阿楊的 應該阿丁阿楊的部分嘛 他們會看 如果要講到的話 那一集我們就不會播出來 對 沒錯 沒錯 其實不用擔心嘛 因為我們這集出去之後 是我們51集 剛播的時候 我們這一集才錄啦 你看我們囤了幾集 所以現在是50集 54 對啊 56 56 哇你不只囤片 你還囤Podcast 我們直接囤啦 對啊 你就 你上次就去了啊 出去玩啊 在那邊囤啊 好像要去兩三個月 他以為你要去很久 結果只有五天 就五天 然後你在那邊囤 兩三集在幹嘛 我們現在囤片 都要讓大家知道 我們錄了這個時間點 對 我們現在今天是什麼時候 中秋節 中秋節 當天 差不多 我們大概都 大概差三個禮拜啦 哦 沒錯 囤片大概會差三個禮拜 除非那個比較有趣的 還是很緊急的那種 時效性 議題 我們才會往前 往前把他弄一下 通常我們囤個三個禮拜 這樣比較安全感啊 安全感 安全感 不然 現在還有影片那些歌 有沒有潮汐 因為很簡介事啊 沒有你可以用停跟啊 有的人不是會停跟一周 停跟休息一下 對 流行個必要 這麼好流行的 你停跟人家 停跟一個禮拜 他會懷疑啊 全部趕快 兩個禮拜 啊幹 快點啦 講一下 第三個禮拜 沒辦法出小禮了啦 真的 那麼多趴開始 我衝一定要聽你的家歌的 也是 沒有 就是一定要聽 對 就是一定要聽啊 而且他有強迫症 不能有停跟兩個字 他在紀錄上面寫下 不要笑死喔 有欸 停跟還真的有了 六月停跟一個禮拜 你從十幾年欸 不是嘛 大概要像那麼嚴重的 就是鬧到國際上面 才可能會停跟 對嘛 那小事有什麼好停跟的 一堆小事停跟個屁啊 對不對 不尊重你的職業嘛 你有沒有 真 你有沒有尊重你這份工作 嘿 你有沒有對得起你的觀眾聽眾朋友 對對對 停什麼跟 是是 停什麼跟 哪一天你如果那個 就是快掛快掛 我們就說欸 錄 podcast喔 快一來錄啦 錄啦 躺在床上 他就起來錄 錄啦 就是要錄嘛 好 工作到最後一刻就對了 會打臉喔 我如果明年 讓他的真的 這個他baby給他五千億 營收 幹喔 這停跟了 馬上停跟 幹喔 你修長假 什麼修長假 退一錄得好啊 對不對 五千億是 五千億可以的 算不出來 五千億可以的 大家分一分一個人多少 喔 我不用太多 我一億就好了 因為我可以自己滾 哈哈哈 你一億可以滾個八 八九 幾十億都滾得出來 沒有沒有 不一定不一定 欸 一億不是滾兩億三億耶 對不對 富力效果 對不對 是五億 然後在跳什麼 十億 十億在跳 就是五十億 百億在跳的耶 喔 是不是 就是今天的主題嗎 對不對 今天的主題 來來來來來來來 漂亮 聽好了 聽好了 這幾個很重要 蔡宗翰那邊有乾爹之路是不是啊 我們這個影片都有在po了 真的耶 這邊很空耶 應該可以開始 我們現在口播稿可以賣 啊我們這個五四三的YouTube影像也可以賣 你什麼時候可以招商得到 快了快了 通話 那你會不會還是你直接放一個牌子招商中這樣會比較明顯 欸我覺得這個招商人員招商能力不足 招商不利 對啊 直接從那邊開始上就好啦 好不好 來阿倫上一個 招商 招商中 好招商中 直接上在這裡就好了 好啦感謝太聽了我們今天不代表本台立場大家好我家哥啦 我是你妹 我是大頭佛 來掌聲啦 是的又要掌聲 掌聲啦 漂亮啦 我可以先插播一件事情嗎 怎麼樣 因為那天我被我一個朋友就是發現我們有錄Podcast 嗯 你朋友 我有一個朋友 知道你是大頭佛的朋友嗎 對 是 因為我們平常不太會聊這件事情 後來他發現我們有錄Podcast 他就每晚在洪睡小孩的時候 他都會聽 呃 女生 對 女生 因為他一直以前在洪睡小孩的時候 他一直覺得他老公很擊白 因為那個時間很漫長 對 來來來 立場分享一下 如果老公在外面打手游 我老公 不是說這個洪嘉玲說我老公在廁所打手槍 對對 結果我在洪睡小孩很擊白 然後打完手槍不給我弄 我好不能洪我小孩了 幹 你他不弄 你什麼事都不能做 你就只能躺在那裡 對 然後他就覺得說 為什麼老公都可以在外面打手游 我就要躺在這裡 就不找爸爸啊 就要媽媽 我就洪不了 沒辦法啊 大家分工合作啊 對不對 他分工合作啊 他後來我那個朋友就說 自從他開始聽我們Podcast以後 他就覺得洪睡小孩的時間非常的開心 沒那麼漫長 但他邊聽然後邊洪喔 對 然後他有時候 你看多沒有在用 放心在洪小孩 不想用什麼心 因為拍喔 趕快睡喔 趕快睡喔 不要再過了 不要講話 他有時候不小心他會聽到 然後噗哲笑出來 然後他兒子就會說 媽媽你在笑什麼 然後他就說 喔沒有啦 這樣子 洪睡小孩是 因為洪睡小孩有可能會到 一個小時到兩個小時 真的 好可怕喔 真的啊 你每天晚上都要花一到兩個小時 在做這件事 運氣 運氣好的話半小時那算快的喔 是 算很快 然後他說他有投稿 可是沒有被選上 所以他叫我一定要講出來 你可以幫他講啊 對 好來啊 他投稿什麼 他的投稿弄他弄的問題 弄他弄的問題喔 我認識嗎 你不認識 你不認識 對對對 來來來 分享一下 他就說 聽到弄啊弄這件事情 他很有感這樣子 對 然後因為 他說你知道我兒子是怎麼出生的嗎 弄出來啊 對是弄出來的 可是呢 因為他老公常常弄到一半就 藥卵不硬 然後就弄不下去了 哎呦 幾歲啊 我們 差不多年紀 我覺得差不多年紀 七三七四年次 對弄到會打哈欠啊 弄到會打哈欠 幹 那麼想睡覺 他怎麼能這樣弄三點鐘啊 幾分鐘的事情都打哈欠 太不尊重人了 但是因為就是 要為了要生小孩嘛 所以還是得弄啊 所以當時就是為了要生小孩 所以就要一直弄 這蔡總統就懂了 因為時間到了 你不弄不行 有時候就是很累啊 對 沒錯 他就說要交功課 就是那是交功課啊 對 然後他因為他自己也覺得說 哇 弄成這樣 你好像也不是很舒服這樣子 然後他自己有難過 然後他兒子就是因為 他們那天就弄啊 他老公又要軟不硬 然後他老公就去旁邊自己處理 處理到就是 快要射的時候就說 來來來來來 然後注射進去這樣 什麼東西 哇 幹 哇 我真的很辛苦耶 對啊 真的很辛苦耶 是 哇 這個要檢討是老公還是老婆 我想不出來 我想一下 我覺得你們比較客觀中立 可以給他一點建議 因為他那個就是必須得弄嘛 那種被強迫 那就是那一天你不弄就不行 那天中獎機率最高 不得不的一個狀態 兩邊都不在狀態內啊 是 對啊 但是因為生完小孩到現在 他們基本上就是沒有在弄 哎呀 所以謝謝乾爹 五倍對策是不是 所以應該 你知道接這個嗎 應該買給 是這一集嗎 勸他 不是這一集要進來嗎 好像是耶 看一下是不是 好像就是耶 如果你老公弄一弄打哈欠 要軟不硬 歡迎 五倍對策子 對啊 所以他有這個問題 我是不是要勸他說 要不要換一些新鮮的 想說一起看看A片啊 或者是 但因為有小孩 這我有點難給意見這樣 小孩多大 小孩蠻小的 就是三四歲 三四歲大了啦 大了嗎 一睡一覺到天亮 不太會醒了啦 你說那種幾個月 像那個兔寶 現在幾個月還沒一歲 那個才會 很容易被吵醒 但是他被吵醒 應該不會知道 然後大人在幹嘛 那要 三四歲 三四歲 可能 會去跟老師講 對 你爸媽怎麼一直在那邊摔腳 就大筆小心啊 對啊 欸 沒有穿衣服在那邊摔腳這樣 對 他會去跟老師講 那就是你家 不要有開夜燈的習慣嘛 就全黑這樣 要嘛就全黑 然後 還要醒來了 剛剛棉被把它蓋著 也可以 那現在是不是應該要先 提高兩方的慾望 先換床啊 怎麼說 換個好床 你在弄啊 弄的時候就不會在那邊晃啊 我不會吵到小孩 你們這樣 要業配床墊是不是 哈哈 歡迎床的世界 哈哈哈哈 業配床墊 床的世界找了一對網紅 他媽要不找大哥啊 哦 是不是 這才需要找大哥嘛 對對對 合理 合理 不會互相影響啊 是 先換個好床 你在弄的時候 這小朋友就不會受影響 哦 那如果說另外一半是工作狂怎麼辦 你說蔡東那是工作狂 哦對啊 工作狂跟有沒有慾望弄 那是兩回事啊 那就是平常要一直餵他一些吃東西 讓他有慾望這樣 嗯 有慾望 應該要看個人情況 他怎樣會被挑起慾望 哦 先了解他的需求 有人喜歡看制服啊 對 有人喜歡黑絲 對 有人喜歡黑絲啊 對 對啊 有人喜歡什麼情境啊 還是什麼場合啊 大家情況不一樣啊 是是是很有道理 嗯 對 如果真的想通的話 大家相互一起去摸索一下 討論一下 所以其實不要害羞 把這件事拿出來跟你老公討論 嘿嘿 互相滿足 我跟你講這一輩子的哦 嘿 而且男生哦 你看你你爸 我爸 幾歲 我65了 那差不多在50幾歲就不行了 真的耶 你看30幾歲到50歲 你只剩下10幾20年 沒錯 你是說剩10幾20年可以弄是嗎 對啊 你到60歲啊怎麼弄 真的 其實我覺得很多男生60歲又不行 所以我們是看到那種新聞 什麼80幾歲還去買春 幹超強 那像個案好不好 超強 買春頂都摸一摸而已好不好 他真的可以弄嗎 你講的很有道理耶 對啊 就是穿兩下這樣 穿一個零子 來他送 來他送 他會笑嗎 其實不會笑 哦 對耶 所以你真的可以弄 可能只剩10幾20年 有道理 不好好這個 把握一下 把握一下 把握這個時間 趁你老公還有辦法弄的時候 對 趕快去研究一下 趕快 就是夫妻雙方 對不對 也增加夫妻情緒 什麼情況下 探討一下 對探討一下 不要害羞 去拿出來講這樣 看要吃藥也好 還是吃保健食品也好 好 用一些成人的玩具也好 對對對 然後我們都會再開這個團 哈哈哈哈 我發現 最近信箱裡面 來找Podcast要 都是這些 口不搞 都是掛的 我覺得東西拿過來給我用 真的 非常歡迎大家 對對對 我們這個節目 就是這個年紀在聽的 對沒錯 然後我們又特愛聊這種話題 沒錯 放眼我們Podcast整個所有頻道 最愛聊的大概就我們這個頻道 最不會演聊得最開心 每一集都在聊 兩三集就要一次 沒錯 很多人都說其實聽那個 不太敢跟長輩一起聽 有時候在車上聽 都會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有 不然就很尷尬 就是 我看到一個留言 他就說他載他媽出去玩 對對對 然後就要打開聽一下 然後他想說我們平常都聊一些 會有的嗎 對對對 所以他就選了 大陀佛問世這個單元 不會踩雷 不會色情大 應該比較OK 結果好死的不是他點到那一集 西蘭教族 你還說西蘭紅茶 跟媽媽一起聽 算了算了 你一開始講西蘭教族就算了 媽的整集都在講 西蘭教族 西蘭紅茶 靠北 我下一集變回來偷蘭教族 還有人靠北說 你不是西蘭教族 對啊 你是西蘭教族啦 搞笑又搞笑 他說OK 他以後還是會聽 但是他載媽媽就不會聽 對對對 感謝感謝我們聽眾朋友 辛苦了 謝謝 其實我覺得這件事情 沒有什麼好害羞 不拿出來講 因為他是一個 增進夫妻關係的一件事情 對啊 對啊 趕快趁年輕解決 不然越到老 你越難解決 對 那已經有時候是不可抗力了 對對 已經是生理因素了 對 你沒有辦法控制 不是外在就可以幫助你們了 哦 是是是 好好好 把握時間啦 把握時間 所以你朋友要問的是什麼 怎麼樣增進弄 弄的次數嗎 沒有 我朋友要說的是 可以希望把他的故事講出來 那要讓他老公知道他是誰啊 先講出來嘛 然後他讓他老公去聽啊 他老公有沒有在聽 對 也許 或許就是他不好意思跟他老公開口 然後他平常會聽我們節目 對對對 讓他聽一下他老婆這個煩惱 對 應該就知道 因為當初生兒子的時候 那一怕 有誰是用注射的方式 他如果有十幾個人他用電視 他跟我說注射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 喔 試管喔 不是 不是不是 是人工試管 自己爐管 自己爐管差不多 快點快點 來來來 這樣好 好難過喔 如果是女生 然後我有點難過 對啊 但沒辦法 因為那天就是要啊 對對對 要生小孩的 生小孩真的很幸福 所以可以了解一下子 欸那你怎麼樣挑起 你老公的慾望 欸對對對 互相啊 互相 像你怎麼挑起 你老公的慾望呢 最近的這個方式 跟他分享一下 今天剛好 爸爸沒來 可以聊 我現在喔 我也是有點怕 心想說我講這麼露骨 他不會聽 朋友們看我跟我老公 會怎麼這樣 不會 洪佳玲跟蔡東安都不害羞了 難怪最近比較少朋友聚餐是不是 對 又更常來我們家了 他就說看我抱歉說 欸他不弄他不弄 感覺就是他不弄 然後蔡東安遇到朋友 欸怎樣弄了沒 弄了沒 幹超煩 對所有人都弄了沒 弄了沒 有夠煩 不過提高情緒的方式 我覺得我還蠻多種 喔 因為我樂於學習 就好像曾經也有網友說 啊你不是都不弄 你怎麼了解這麼多 欸 他是不能看片子 看書我靠腰啊 不能自我學習 對吧 有什麼方法有效 我們就是理論派的 啊 對對對 但是如果食物的話 我個人覺得4D蠻不錯的 大家可以試試看 4D 你說邊看片 對對對 然後你邊 就跟著片子 劇情去走 對對對 那個4D我覺得還不錯 喔 欸你可以試試看 那他要帶那個VR嗎 不用啦不用 欸幹VR不錯欸 欸我們來玩 VR弄嗎 帶VR 那更勝利其盡啊 也可以啦 只是我們家沒有那個設備 你敢的買那很便宜好不好 買一下就好VR 欸蔡東愛看起來有興趣喔 不錯喔 很酷吧 等一下 你就不用面對你老婆 哈哈哈哈 爸比要不要 你不用面對大老婆 因為他花不了多少時間 還要砸那個成本 不用VR幾千塊就有了 在那邊 好啦 員工福利大家分一分好不好 員工福利就對了 蔡東愛跟那個爸比去 VR看你要看誰 何北彩花山的優雅 對 看不太跨象 沒有這還是有一點道德感 過不過得去 像那個爸比會覺得說 他雖然是看片 可能他還是覺得在跟我 就是弄啊弄 不尊重另一半 對對對 我覺得還是看個人 你看 有沒有道德標準 要尊重就不弄了啊 不行啊 放下你道德的矜持 就是不尊重啊 對啊他可以 我都跟他講說 你如果想要去外面看看這個世界 我也可以 但是我想要就是加入就是 就是這個 噢幹你好開心 欸 我可以啊 欸你是女性的標竿欸 就是如果他去 他可以帶著我 或是我也可以帶著他 如果他願意的話 也可以啊 我可以的 他爸比道德魔人 他不可能 對他道德魔人 是 你說你可以接受 比如說他去合法的國家 用買的也可以 對啊 很多合法國家 是可以做很多事情 像我曾經看過一個部落格 他是夫妻一起去抓龍金 跟抓鳳金 兩張床 然後這邊再抓龍金 抓鳳金 然後他們都沒有跟別人弄 可是弄完以後 就兩個就很開心 就直接 在現場直接交合 對對對對 抓龍金抓鳳金 可能有的聽眾朋友不知道 上面有說抓龍金 抓龍金就是 就是男女生殖器官的按摩 喔生殖器官 就半套咧 欸不會弄出來才算半套啦 還不是紓壓 所以純按摩沒有弄出來 你身殖器然後下半部 你說會音部啊 還是什麼跨線啊 反正就針對在你的身殖器官 給你送來的 對 可是聽說蠻舒服的 怎樣 什麼是什麼合法 台灣應該沒有合法的吧 泰國 泰國喔 抓龍金 台灣有在抓 喔真的啊 你被抓過啊 你上次不是有直接被脫褲子嗎 耐克風給你再分享一下 有可能漏掉那一集的 對不對 他上次就有被抓龍金了 他那個是不舒服的抓龍金 那個是人家偷偷來的抓龍金 什麼偷抓 偷抓 他媽你還白嫖 你不給沒給錢 蔡總法你沒給錢 不是他那個不是抓龍金 他直接抓 抓頭 我好像半套呢 很爽耶 抓那個金耶 抓那個金 欸直接人叫 把你插下去 抓插金 抓鷹金 你 等一下講嗎 你直接講啊 怎樣有在拍又不敢講 所以就有什麼不敢講 我沒差我沒差 對啊 直接抓鷹金 他就直接抓 你還沒給錢耶 不是 我有給錢耶 是他沒給我錢吧 你想做服務還在給你錢 他侯金的啦 他侯金的啦 刁民 台灣刁民 不是 我沒有買那個服務 他那意思是說 你不要送我 拜託 他給你試用啊 好用下次再來 Costco是不是也要試吃 你還有七天鑑賞試用期 不是啊 你試用你也要手去拿 你就說 喔 我要試吃 對 我要有這個慾望 而且我至少要挑個女按摩師吧 嗯 他怎麼 對 男生不一定 那個技術比較差好不好 男生還懂男生舒服的地方哪裡 是不是 我不用那個技術 我只要那個 你敢歧視嗎 他在歧視嗎 他在歧視吧 沒有 譴責他 我覺得這種都是 就是那種什麼 青菜那個什麼水 青菜蘿蔔各有喜好 他要求不要技術 不要技術啊 對對 他不是技術 他不是技術掛的啦 就好像我們投資股票 他不是技術面的 好啊 漂亮的就好了 他看的是基本面的 對啦 我覺得他眼神帶有歧視喔 沒有沒有 他有歧視喔 純粹個人喜好 對啦 可以啦 就好像有人覺得 A長得漂亮 B長得醜 這種主觀 OK 可以理解 是 所以你是可以接受 比較抱歉B去泰國旅遊 對 然後去買來 看你們要一起雙飛 雙飛 你在旁邊看都可以 說不定是 他看會有反應會不會 他看你被弄會有反應 我知道了 我們等一下我們這一集 真的是跟主題一樣 又是什麼 沒關係 無所謂 大家已經知道了 我就是要塞這種東西 在每一集 在每一集 而且一開始就來 就來 你不想聽你就直接快轉到主題 這樣記者都不會來抄 但主題也不知道在哪裡開始 無所謂 無所謂 來來來 我知道我重視的應該是一個體驗 但是這個體驗的前提是 兩方的溝通要先做好 不能是那種surprise的你知道嗎 對啦 這樣也尊重對方 他要接受你也能接受 不能說只有我想要 他不想要 或他想要我不想要 對 找到那個共通 對對對 如果有一方不開心 其實你弄起來也不會開心啦 對吧 所以他還不能接受 對啊 道德模仁 OK啊 所以不能接受我也OK啊 所以你到底找到了沒有啊 找到什麼 講幾波 我們在說你有沒有找到 挑起他心語的方式 跟他分享一下啊 4D還不錯啊 4D是他OK就對了 4D啊 然後我覺得戰服 也可能是一個很不錯的 你說你穿戰服嗎 等一下 你要Cosplay嗎 沒有Cosplay 因為有的人是 他喜歡歌吉拉 他好搖啊 我最喜歡紅蓮歌吉拉 他塗紅色的時候 對啊 不是 不是你整個人的 我們上一集才分享到啊 有沒有 他你們去那個二次元之森 然後他是不是整個人飛到那個 嘴巴裡 歌吉拉嘴巴 他好興奮啊 所以不是你整個人是歌吉拉 是你下體是歌吉拉 你彩繪 你去彩繪 去那個地方 然後 我覺得他應該會笑到軟掉 我把你頭吃掉 我的小肥頭吃掉 你像是彩繪 內褲以後他就會有一個驚喜 我覺得他應不齊 他會笑 在這時候應不是很怪異嗎 不然這樣啦 你不要彩繪 不然可能你皮膚過敏 你就穿內褲是歌吉拉 然後這個洞挖起來 對對對 你洞挖起來就好了 怎麼樣 我現在是 他不會聽 他不會聽 比較可惜 驚喜 這個可以吧 紅鱗歌吉拉 陶吉所好 像他是材質控 材質 他希望就是 可以摸到一些比較舒服的材質 像萊卡布料或是什麼 你說內衣是萊卡布 他是材質控 所以有蕾絲的 就可能坑坑巴巴他不喜歡 像有人是黑絲控 有的人可能是什麼控 對對對 所以就陶吉所好 那你歌吉拉又選那種天絲 靠搖 那種材質的 萊卡滑滑的 對 萊卡 機能布 我看他片子很多都是那種泳裝系列 哦 滑滑的 對 他是泳裝控啊 那種高校泳裝控 想不到欸 對對對 但沒有他是聚乳控 他聚乳啊 他知道 他每一部片不管是什麼劇情 絕對是先看有沒有聚乳 年紀也無所謂嗎 年紀當然有差 我想說 因為有的是那種阿姨控啊 有的阿姨真的是奶也超大 可是很垂啊 不行啊 對不行就對了 沒有因為比方說像你 你是臉控嗎 我臉控 所以你只要臉好 其他的沒有那麼好 你也覺得OK 臉控 你是貧乳也OK 對 不過你看李伯嘛 對不對 李伯真的覺得很衰欸 他很衰欸 童言俱乳欸 幾品啊 這最頂的啊 最頂的 推薦是不是 推薦大推大推 然後你之前有借他一批片子嗎 對 他回去看我以後失望透頂欸 他說怎麼每個都這麼小啊 不是 然後他就再也不跟你借片子 你要找到臉很正 然後又很大 沒有幾個啊 可能是SS級了 對啊真的沒有幾個啊 對 他是希望打開每個都超俱乳這樣 對對對 沒有嘛 那個分類有沒有 不是有很多分類嗎 類型A片類型分類 他一定馬上都先點俱乳 那個標籤 Hashtag點點那個俱乳 俱乳就對了 這樣子所有人會不知道他 靠腰啊 大家不認識他 其實我們有什麼好害羞 喜歡俱乳很合理啊 因為他的人設跟我們比較不一樣 還有什麼人設 不愛弄的老公 對對對 OKOK 好啦 以上推薦給大家 4D啦 爆鼻這邊算是4D是OK OKOK 他有感覺的 但我覺得角色扮演是很多人喜歡的嗎 我不知道 看人啊 對不對有這一類啦 看人啊 角色扮演或劇情 劇情你們有沒有玩過 我們有玩過劇情 什麼什麼 比如說 我玩過最北藍的是講台語 幹講台語有點 水電鍋愛的 來囉 他現在不是 最好笑的是那時候後來就弄不下去 因為他就說 很爽的 要來囉 我要把你趕 是不是 這不行 台語不行耶 台語真的不行啊 台語沒辦法 真的會弄不下去 台語 後來就只會笑而已 你講台語你要搭配一些劇情 比如說你是在討債的 還是什麼 要一連貫這樣 要什麼職業的 對 你要一些劇情 然後這樣講台語 是 台語真的不行耶 後來我們就 嚴禁講台語 跟你有時候看台語A片 你們就出戲一樣 對對對 有台語A片嗎 以前有啊 不是說台語的嗎 有一系列就是說台語的 就太怪了 真的喔 會很輕 你會很粗細 其實不用講話 沒關係你叫就好 叫什麼 鬆快 他那時候就是在那邊給我講說鬆快 我就不行 我覺得太好笑 甘巴巴 甘巴巴 大家是可以踹踹看 對啦 就多踹會踹到你們兩個喜歡的 對吧 要雙方都願意去踹 沒錯 沒錯沒錯 盡量 真的再強調一次喔 能弄的時間 十幾二十年喔 好好把握 把握時間 好好把握 我另外還是要回饋一下好不好 今天還沒去 快半小時了 還沒進入主題 沒有我們上次在聊 那個蔡東方業務的問題 非常多回饋 真的啊 他不是遇到不良業務嗎 很多人回饋 是不是有人直接私訊你的 對他直接私訊我跟我講 那個是真的有可能發生的 我這邊隨便挑三個 那業務有私訊你嗎 對啊 業務沒有聽是不是 全世界的人都私訊他 結果業務沒有私訊我 他可能不覺得他是在講他 因為大家都這樣 他應該沒有聽啦 我隨便分享個三個好了 有一個就是說 他這個他說他四年前 也是在福特 跟那個大哥買車 對然後第一年也是有收到 那個大哥打電話來 關心說有沒有出保 沒出保就要幫他辦理回饋金 他是用回饋金 回饋金 回饋金 就是說你不錯 你開車都可以弄掉 沒有出保 你真的我沒回饋金而已 對然後結果細問才發現他說 他是要叫他回去留車 然後他就會用粉筆 然後畫一條線 然後拍照 給保險公司說 畫到喔 要去考七喔 然後就會有配合的車場 然後去出保 退了錢呢 我們在一起分 蛤 哇 應該真的是這樣 因為我這邊收到的資訊 差不多so far也是這樣 真的啊 不知道在那邊講什麼 可以回去前兩集聽一下 齁 還有一起分這樣 我還要跟你一起分 我不會自己拿 好一點是跟你分 兇一點就自己拿走 哇 你可能遇到兇的喔 還有還有其他 他說他這一個 在業界齁 有非常多這種狀況 就是用出險 然後來送客人鍍膜 還是送你修車 然後也會用這一招 就是要那個顧客客 客戶可以繼續在他們那邊投保 要不然就是不給保固啦 但有說是什麼 保固很多 但其實也都是拿出險 拿來做理賠 拿來做保固的費用 講得很漂亮 好像很多保固 但其實是要ㄎㄧ你的出險 其實都是從你繳的保費裡面弄來的 對 對 然後他說 這其實很好操作啦 那至於說為什麼賣車的業務 都要跟客人繼續投保呢 因為很多就是公司規定 因為怕流失客人嘛 流失的話就會被扣獎金 拿不到獎金啦 喔 那他怎麼知道他流失了 喔就是沒有續保就是流失了 沒有續保就跑走啦 就用很多花招來什麼 然後讓你繼續保 你很多手段 是 然後讓你很多 好像拿到很多福利的樣子 但其實都是從羊毛素在羊身上 對 可是保險公司跟汽車公司 不是兩家公司嗎 為什麼會 他們是好朋友 還有一些保養廠也是好朋友 然後這邊還有另外一個 是在國泰人壽服務六年的業務 他要回饋一下 他說 他聽完中漢這個車險送杜摩 其實說穿的 就是從產業 這個保險的產業人員的話術 產險人員靠的就是 產險的保費收入來計算佣金嘛 對 那如果今年度你沒有出險 是 隔年度你保費是不是比較低 對 然後他獎金也會跟著變低 你獎金就低了嘛 直接影響就是業務的收入就會變少 對 所以有很多投保以示車險 或是 特定限額事故選的客戶 就會被產線的業務訴求 我就送你鍍膜 對 那意思呢就是等於是出險 所以你隔年的保費 是 就不但可能不會減少 而且你保費可能會增加嘛 沒錯 他們業務的收入怎麼樣 增加 就會增加 這個是Win-Win耶 不是啊 那客人要花更多錢耶 所以本來可以變少 對啊 所以這種Win-Win啊 不是Win-Win 可是因為我第二年跟第一年一樣的錢 所以我沒有感覺 他沒有感覺 他可能幫他弄到一樣的錢 其實你應該可以減少 對 對 應該是可以減少 沒錯 你沒有減少等他賺了嘛 對對對 合理 喔 然後他有一個小PEP 他說這個殘險的保費計算 他幫你一個建議 他說最便宜到最貴了 誰去保費最便宜 誰 年長的女性 喔 年長喔 年長 歐巴桑 是 第二名 年長的男性 歐利桑 喔 第三名 年輕的女性 洪佳玲 可是他出現過兩次 一般來說啦 對 然後最貴的就是我們這種年輕的男性 血氣方剛的你們 喔 所以他建議你 想要省血的話 可以用小燕子的名字去買車 這樣計算起來 寶貝會最便宜的 謝謝洪的 很失誤耶 謝謝 很好的建議耶 因為我後來發現 我有個朋友好像就是這樣 他的車子掛他爸的名字 然後我們就問說 為什麼你剛簽新車 他就說因為保費便宜啊 這樣 喔 年長的男性 所以如果你用你媽媽 歐巴桑的名字去補 會比較便宜 會比較便宜 會比較便宜就對了 是 我媽的真的蠻便宜的 他自己的車錢 是不是 兩萬多塊而已啊 所以你可以用你媽的 今天洪嘉玲沒辦法用了嘛 洪嘉玲好貴 洪嘉玲現在很貴 洪嘉玲好貴 出嫌兩次 他今天才在講說 洪嘉玲要三年不出事 才有 真的喔 保費才可以下降 要三年 因為他已經出嫌過了 第一年就出嫌 然後他紀錄好像說會留三年 也是聽朋友講的啦 對 我知道 等他從年輕的女性 到年長的女性 他保費就會下降 那還很久好不好 他才三十幾歲而已 很多人分享說 這個水很深啊 真的耶 他也是說水好深啊 我們還是不要再講了吧 等一下被打 沒有我跟你講 這個業界或者是有遇過都知道 也不是什麼秘密 喔 了解 對不對 提醒大家你有遇到的話 可能就是這樣的狀況而已 是 然後你要簽名的文件 你就自己要小心 要看清楚 真的要看清楚 網友回饋你什麼 你可以分享一下 他也是跟我講 因為他以前他自己做過業務 然後他也做過 產險的理賠員 他兩個都做過 喔 理賠的跟保險業務都做過 對 是 然後他說這種手法 基本上就是常見的 就是你車子回了原廠之後呢 業務可能就會把你的車 拉到外面的外場 喔 就不是在原廠保養這樣 對 他配合的外場 那那個外場呢 他就會幫你想辦法 伸出事故的照片 喔 伸出事故上其實 不難 不難 現在看起來應該不難 你看我跟那個 剛剛網友回饋說 他只是粉筆畫一下 就好像 那外科查啦 其實是粉筆而已 是 然後這時候呢 產險的業務 就會來這個外場 做現場的認定 喔 反正都自己人這樣 對 因為他們都是有合作的 配合的啊 合作喔 講得很合作 因為保養場會介紹 case給業務 保養場會介紹case給業務 對 所以業務來這邊幫他認定這個事故 出險 那出險之後 錢就下來了啊 對 那下來之後呢 怎麼分 保養場這邊 會拿到他應有的 譬如說 喔這個工資應該就好 五千塊 喔 那他就是拿五千塊 他拿五千 那剩下像我上次的一萬八 就還有一萬三 對不對 怎麼辦 一萬三呢 這個汽車的業務 可能就包個紅包 給這個產險的業務 比如說包個兩千塊 那剩下一萬一 全部就進 業務那裡 汽車業務的口袋 因為他是那個統合人員 收點手續費 對 你的比例怎麼猜 你們三方講好就好了 講好就好了 反正都大家winwinwin啊 沒有啊 那個紅包 帳面下 對 你有沒有簽領具 也沒有 沒有啊 就是紅包啊 真的是三家烤肉 烤肉一家衰欸 就是你的保險係數會增加 對 但這個就被抓到了啊 就被這個車主抓到了啊 欸啊我就沒出險 你怎麼有個出險的紀錄 而且我後來聽一個 在坐二手車的朋友說 很多人 在賣車的時候 才赫然發現 欸欸幹 我幾年前也被做過這樣的事情 喔 我有出險喔 而且屢見不險 哇 那看起來是一個常態性的問題 那這個有沒有辦法回去申訴說 欸我就沒有出過險啊 你的五年前怎麼會幫我出險 你的還好是三年前 三年前而已耶 很久了 十年前 十年後才要賣車的啊 有啊 有啊 十年前那個怎麼辦 怎麼處理 我覺得還有個追溯期 任何事情都有個追溯期 可能時間 三年前這個其實我沒去問 但是最 最後那一次就是阿倫 最近那一次 那個我後來我有去更正 喔阿倫那一次是 阿倫就是 開車的人 然後把他們 把他弄成是菜東漢開 對 然後我去改 然後我去改 保險公司願意幫我改 喔 是他們願意幫我改 所以我就出個聲明書告訴他 確實不是我開車 阿我有提出證明 嗯 那就OK 他就幫我改了 喔 那這樣就沒有出險 喔 那就影響到你之後 保險就不會那麼貴了 如果你要保了 就他本人就不會這麼貴 對 喔 因為嘉玲等於已經出險過了 對 那我這邊就沒有 所以下次如果有買新車 嗯 那就可以用我的名字 喔 我覺得保險業界的 就是觀眾們可以跟我們說 這是不是有一個追溯期 我覺得是有 就比方說過了一年 你就不能再申訴了 對不對 那如果說 車主也願意 配合呢 那又是另外一個 對不對 就是那個回饋金啊 對就是回饋金嘛 就你賺我也賺啊 其實車主 W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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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車主有得到車子的鍍膜啊 對啊 但是 只是他沒有跟他講回饋值 但他會損失他的那個出險 我下次就貴啦 對啊 一來一往沒有比較划算 網友跟我分享 那個鍍膜一定不會是多好的鍍膜 對啊 他就隨便亂鍍一鍍這樣 然後跟你說 你這個是什麼什麼的鍍膜 但你不知道啊 對啊 你沒有看到啊 沒錯 因為我出過險之後 我明年可能保費要多了一萬塊 啊我可能鍍膜只是五千塊 那我等於是五千塊啊 對啊 那如果你可以再回饋我個幾千塊呢 我願意配合你 這樣可以嗎 哈哈 應該要看我增加的保險費 會不會大於我收到的利益 如果我賺了五千塊 可能增加個兩千 兩千 賺三千 合理 好像行 Wing 沒有我覺得他做完這件事情最大的是 因為那個人騙你吧 對啊 沒有講 沒有講吧 對啊 真心還絕情 如果我拿出一萬八我會拿到五千 哈哈哈哈 他就跟你說有回饋金耶 你有鍍膜 對 你看你明年的保費也是一樣 沒有比較貴 對 你有鍍膜又拿到一筆回饋金 沒錯 好不好 大家互相 啊我也有業績 大家幫幫忙 這樣講就會說話的藝術囉 欸你很會講話耶 對啊大家幫幫忙啊 你要不要去做那個汽車保險 很愛講欸 幫幫忙幫忙一下 幫一下 好像要幫一下 對啊 以後你保養我來幫你開了 我來派你不用先去原廠 我來幫你開 好不好 光這點回去好像可以 他只要花個三四百塊的計程車 我去就好了 合理耶 你以後每年都會在他那裡 我一年至少幫他兩次耶 他也划算兩次 我來回計程車才一千塊好不好 對啊 我賺很近喔 你那個很近不用三百塊 對 就是這裡出去而已 你看我賺一萬億 我拿一千塊出來做計程車 欸划算啊 合理 而且我沒有業績的壓力 對對對 沒錯 我沒有流失掉你的客人 嗯 下個年度你的保費也沒有降低 對 我交個朋友 我們第二年有被換一間公司 會不會一換就可能那個錢 什麼系數 我不知道他們是用這個小手段 喔 價格也是維持在那邊 起碼 跳 起碼跳槽的話 優惠 也你有優惠 對 所以我其實優惠完 一樣的價格 對 隔年就會再上升這樣 所以這個問題就成立在 沒有老實說嘛 對啊 大家老實說 互相互相 商量商量 幫個忙 搞不好你會同意喔 有 我就幫個忙 才這樣會同意 對啊 搞不好你會同意喔 你那時候對他的信賴程度 他跟你講你應該會 我幾乎什麼東西 就都交給他了 對啊 真心幻覺情的啦 這最大的重點就是他騙你 沒錯 那我們相信我們這個台灣還是有非常多 非常棒的保險公司 非常多的業務 汽車業務 我們歡迎我們 需要那個業配的乾爹 好不好 這裡 來 底下來謝謝我們的乾爹乾媽 歡迎來找我們業配 我們歡迎正派的保險公司來這裡 然後結果都沒有人來 沒有啦 沒有啦 絕大部分都是正派的 絕對 對 用心服務的好業務 好公司 沒錯 那就歡迎我們要幫你打廣告啊 對不對 好 歡迎底下 我們這個信箱 歡迎來信 洽詢一下 洽詢洽詢 還是後續應該怎麼處理 你們有知道的 對啊 可以私訊跟我們講一下 跟我們講一下 真的真的 大家回饋很多呢 沒錯沒錯 而且不是幫助我們喔 我們這些聽眾觀眾朋友 對啊 剛好可能有買車要賣車 或者是說 主要都蠻常發生在二手 對 有人聯繫你開車回去的時候 你就要小心 怎麼送肚膜 對啊 這個時候這個時候 瘦留個三天 時間到囉 時間到囉 尤其一個禮拜送四次 這種更要小心喔 對 比如說像我們這年紀喔 30歲上下 大概會買第一部車 第二部車 然後就開始會遇到 要保養保險 還是有事故的話 就會遇到這些問題 對 是的 還可以參考一下啦 嗯 要進入重點了 終於要進去 沒有沒有 要一個延續啊 這個也跟詐騙也是有點關係的 詐騙啊 因為他沒有誠實跟他講 對對對 沒有我說我接下來要轉容主題 跟騙也是有點關係 今天禮拜他不知道我們要聊什麼 好厲害 突然就來了 因為他就剛剛就說 哪有聊什麼 對啊 欸不錯喔 那你可以聊一集嗎 應該不知道可不可以 那我們就先聊別的吧 就這麼chill 你看我們完全沒有什麼腳本仿剛的 我覺得這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來來來來 其實從路Pakets的第一集 我就想跟大家分享 但我覺得你現在的一個功力跟資力夠了 夠了對不對 我累積了前面50集 一年的淬煉 夠了可以跟大家分享 我們今天要聊的就是什麼 對 這個事件是最近又在燒起來 就是香港的虛擬貨幣圈 有個叫做JPEX的 有一個詐騙案 然後在台灣也就是被燒起來這樣 然後有一些代言人就是有被燒到 你說0953了 最近有 對對對最近 最近 然後我看到這個事情 虛擬貨幣 虛擬貨幣這件事情就是詐騙案 我其實心裡非常有感 因為我當時也是在虛擬貨幣這邊 有翻了一個蠻大的車 翻車 你這個 翻車 投資神人 什麼東西 投資教主 西蘭教主 竟然在虛擬貨幣栽了個羹斗 真的大栽羹斗欸 笑死欸 就是倒掉那個對不對 血本無歸 我只能說四個字 血本無歸 還好我們那時候沒有跟你上車 那時候他就鼓吹我要上車了 我還在觀望就已經翻了 你知道嗎 這件事情就是回到去年 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去年的四月 三到四月份 那時候我開始接觸虛擬貨幣 是去年還前年了 反正是疫情的期間 那應該是前年 去年 我忘記去年還前年 前年 然後開始我接觸到虛擬貨幣 然後我開始投入虛擬貨幣市場 的時候我還記得我跟你們講 對啊 哇我一天賺了一千美 對對對 哪有這麼 那麼容易賺錢的事情 一千一千美是三萬多塊 一天 一天 哇靠又賺一千美 哇 對對對 好修 我就是這麼修 就說 我不會下個月我叫十指 我財富自由 財富自由 然後我還跟你們講 因為那時候除了虛擬貨幣很紅 還有就是什麼NFT也很紅 那應該是前年了 你應該是前年 那時候 全世界好像沒有買NFT 你就就是out of fashion 你就 我只有買NET 因為你當誰這樣跟我回答 對對對 然後我還很興致勃勃的在那邊跟你講說 虛擬貨幣跟NFT的不同啊 三小三小的 對 但我記得我沒有唱秋多久 我就安靜 幾個月吧 三四個月吧 對三四個月 因為當我不斷的就是每天創新高的 同時在某一個時間點 我印象中是 親民廉價那個時候 虛擬貨幣開始暴跌 對 忽然間暴跌 對25% 50% 75% 這個%是什麼 一般人聽不懂 什麼意思 批錯投資100塊 可能一天跌25塊 然後隔天又跌50塊 嚇死人喔 好可怕 是25%50%這樣跌的 對對對 然後75%這樣跌 這跌到一文不值 我們可以用四個字 一文不值 然後原本呢 在這件暴跌的事件發生的時候 所有人都告訴你 買虛擬貨幣 就是現在時下 最容易掌握商機的一件事情 對 那一陣子有風氣是這樣的 對 然後甚至呢 還有一個廣告就是說 以前的人在新產品推出的時候 大家都不屑一顧 然後最後虛擬貨幣出來就說 你還要錯過這個先機嗎 對啊 Youtuber 什麼東西啊 看吧 錯過先機了吧 然後我當時呢 就是透過一個虛擬貨幣交易所 叫FTX FTX 簡稱FTX FTX 你有分享過 沒錯 它是美國前三大的虛擬貨幣交易所 前三大喔 怎麼會倒美國的前三大 你在開玩笑嗎 怎麼會倒它除了美國 全世界都有 是不是 而且呢 他還去買了哪一間 我剛才哪一個NBA的球隊的聯名 連NBA都買了下手 那他把那個他的FTX 貼在那個球場上 超級杯也貼了嗎 對 超級杯也投廣告了 這麼有錢 然後就想說 怎麼可能會倒 不會倒 對不會倒嘛 我印象很深刻 那時候我就是很夯嘛 這個頭腦都一直在想 每天要怎麼投資虛擬貨幣 沒有心在上班了 沒有心在拍片了 完全沒有 那時候因為他拍片很忙啊 很忙 一天可以賺一千枚 我一天賺一千枚 誰都可以錄 podcast 笑死 然後當我遇到一個 就是蠻常上非凡新聞的一個 人家都叫他曲博 他就叫曲建宗博士 什麼本人喔 對本人本人 原來本人喔 跟他聊到是不是 然後我跟他聊虛擬貨幣 因為他很常跟我們分析一些 就是科技啊什麼的 他就是跟我聊虛擬貨幣 他就直接跟我講了四個字 他說這是買空買空 虛擬貨幣 他在節目上講半天 然後私下跟你說買空賣空 沒有他在節目上面 是講一些科技的東西 那因為那時候 我就會想要問說 那虛擬貨幣對我來說 也是新東西嘛 那你怎麼看啊 他那時候就跟我說 就是買空買通 他自己是不會買的 對 然後我那時候就覺得說 你這不懂 這個先祝 老人 你不上車你 這博士 對 老人 死骨不化 什麼叫買空賣風 笑死 人家現在很好 還是過得很好 難怪人家是博士 很紅 對難怪人家是博士 難怪是碩士一夜的碩士 我真心佩服他 其實我那時候 真的有把他的話聽去 他那時候講得非常中肯 他就說這是買空賣空 你在裡面 因為不見得說你會賠錢或賺錢 但是不要當最後一個就好了 不要當最後的韭菜 他就是有點老鼠會 其實虛擬貨幣就是虛擬的 他沒有東西 對 按照投資來說 他沒有基本面 你看不到他的財報 什麼都是沒有的 然後但是大家還是很瘋 為什麼 就是吵了一個夢想 對 大家都進來了 跟老鼠會一樣 沒錯 而且你會看著哪一個名人 哪一個名人 那時候黃曆成不就是 大家都會說 黃曆成手上有多少 那個什麼NFT 是不是 你還不買嗎 周杰倫有NFT 周杰倫有多少 周杰倫 那個馬丹娜也代言 誰誰誰也代言 聽到什麼 我想到就很難過 因為你會一直不斷的去 接受到這些資訊 對 真真強你想投資虛擬貨幣的 一個想法 所以其實我那時候 有從股票市場換了一些錢 再把它丟進虛擬貨幣 哎呦 對我本來就是想說 幾百幾百 沒有啦 對 大概多少 大概多少 幾幾 十幾而已 抱屁不會聽啦 抱屁不會聽啦 認真啦 十幾 沒有我本來是想 台面上十幾 我是設定本來是設定三萬 一開始 三萬美 沒有啦三萬台幣 三萬台幣什麼 講三萬台幣 謝謝大家收聽 一天就賺一賺 對啊三萬台幣 我就跟你說我一開始是設定三萬台幣 因為他是買空買空我也知道 就試試看什麼 三萬塊試試看 對然後 然後後來就是 葉子轉 那我就投越投越多 我就投到十幾了 十幾 對然後他甚至有一些吸睛的招數 就是你放在我這邊 就是活存8% 活存8% 我記得六哥說過這一次 他說8% 年 你看看現在銀行幾% 一%不到 對啊 8% 股票市長說5%就很好 他8% 而且你什麼事都不用做 你躺著 而且他是每分鐘分給你利息 哇 每分鐘 不用等到一年 放在哪裡 但是放在哪裡 虛擬銀行 虛擬貨幣的交易所 交易所 就你剛剛說那個三大交易所 對然後他甚至還造神 就是這個FTX的創辦人 其實以前就是個阿宅 他就是一個阿宅 然後他發現 虛擬貨幣的買賣之之間 會有價差可以賺 所以他就弄了一個交易所 就是等於一個平台 一個銀行大家開始在那邊交易的感覺 沒錯 然後我說他造神的原因是 他的任何的行銷或推廣都說 他是要為了幫助大家翻轉他們的人生 這樣 這個出發點OK 我覺得合理 是 我真的建議大家去看一下那個廣告 他就是一個肥仔 然後這樣很意氣風發的走出來說 太講了 沒有 他後來被通緝了 我可以講他 我可以講的是 他已經被通緝了 不代表本台立場 你們收聽這不代表本台立場 還代表大羅佛立場 為什麼我最後這麼過分 就是這麼討厭他 對 原因是他前面都說他是在做善事 想要幫大家 然後他也同時也捐款了很多個地方 甚至他 我記得他有捐一些哈佛大學什麼 就是比較有名知名的大學 對沒錯 然後就覺得說 哇這是大善人 你看現在的人 現在有錢人 賺到錢還不一定會像他這樣捐款 是不是 他就是 很棒啊 賺到錢第一時間 回饋社會 跟你一樣回饋社會 沒有 沒事 我沒有 我跟你講 我沒有賺到錢 是我老婆 我老婆 我現在不是旗下員工 我旗下員工 所以你知道他在很多 我這一代的人會覺得說 我們就是要效法他這個精神 我們不是只要賺錢 賺到錢我們還要回饋社會 挺他啦 一定要挺他的啦 對 然後呢就在我就是還在 平靜的等待我的獲利的時候 我心裡想說放在裡面啊 沒有關係 就算他暴跌我也不用擔心 因為我還是可以拿到那個利息嘛 年化報酬率8%的利息啊 暴酬為什麼還有8%利息 有啊 他暴跌他只要交易所沒倒 就銀行沒倒他還是有啊 你裡面 比如說你投了10萬 然後有8% 他跌到5萬 你還是5萬的8%這樣 沒有 因為我買的是虛擬貨幣嘛 比方說我買一顆虛擬貨幣 這一顆虛擬貨幣 假設是100塊好了 對 他跌到50塊 但是我還是有一顆虛擬貨幣 他分給我的是虛擬貨幣 你懂我意思嗎 我的虛擬貨幣還是會長大 好虛幻啊 對啊 就他有一顆 然後所以他有那一顆的8% 對啊 一年過去我就1.08顆了嘛 1.08顆 那那顆是什麼 就虛擬貨幣的一個單位 你也不用管他 有時候是100塊 有時候是50塊 不一定 或者一張鈔票 所以我的理解是 那一顆可能原本價值100啊 對 他也會暴漲啊 他跌到那一顆可能只剩下50塊 你不賣就不會 就跟股票一樣 他回饋給你是50塊的8% 不是他回饋那一顆的8%給你 一顆的8%是什麼 所以你等他漲到100塊的時候 你再把它賣出去啊 你就賺了 對吧 哦 我理解啦 我理解這個意思啦 他是一顆是一個單位的意思 對 沒錯 我現在是1 然後他回饋了8% 1.08 對 然後再來就1.16 對 他回饋的是虛擬貨幣給你 然後1.16 你要去乘以現在多少價值 對 100就乘以100 現在跌到50 你就乘以50這樣 對 你不要在50的時候賣就好 你等他漲到120的時候賣 你等他漲到120的時候賣 對啊 你就等就好 他一定會暴跌也會暴漲嗎 就是 起起伏伏 市場交易就是這樣 起起伏伏 對 那更好理解是這樣 比如說這個哈哈baby這個杯子 這個杯子 對 然後呢 我現在說他已經漲了一成了 對 就110% 然後下個月又漲了 他現在漲兩成了 120了 120了 然後市場上 我在乘以現在 現在這個東西的價值 比如說500塊 對 就120乘以500塊 就他 你現在可以拿到的錢 應該是說這個杯子會 他這會自行分裂 你本來有一個 然後就越來越多個 放了一年你可能變兩個 再放一年他變三個 然後就會200%的時候變兩個了 對 那如果說他的價值上升了 上升了 你本來100塊買了 你現在變兩個 就變200塊了 然後他如果變500塊 那變兩個 就變1000塊了 老鼠會啊 沒有但他暴跌 他可能會跌到剩10塊 對啊 他第二個就20塊而已 是的沒錯 那你就等他暴漲的時候 再賣就好了 對所以其實我不擔心 我甚至覺得不會怎麼樣 也是 那沒什麼好擔心呢 對所以到後來 我記得我的那個收益 到負80幾的時候 負80幾是我投了100塊 我剩下20塊 但是我虛擬貨幣的顆數 是沒有減少的 好 他的價值少而已 然後我就覺得說 趕快趁市價嘛 再買 這時候心靈心就想說 逢低買進 逢低買進 對用錯地方 我先跟他講用錯地方 再多買幾顆就好了 沒錯 因為我本來要一顆100塊 我現在一顆20塊 我等於是 進場攤平啊 對啊當然最便宜的時候買啊 100塊我可以買5顆 對啊可以買5顆 那時候5顆全部長起來 不得了耶 對啊其實 我的當時的想法是這樣 這個想法也合理 所以我就跟報阿B討論說 因為我必須要用美金去買 然後就跟他講說 因為我記得他有存美金 我說你那個存在那邊定存 這沒什麼用 我幹你挖 這報阿B的錢啊 他是標準金的座很難挖喔 你怎麼說服他 我就說你就當借我 對對對 我會給你利息 對對對 然後這是一個投資這樣 我當時是這樣跟他講 而且我記得我還跟身邊很多人說 我沒有說 也跟我們講了 對吧 因為我覺得有錢大家賺 這麼容易賺的東西 你們丟定存到底要幹什麼 8%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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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懶趴 而且8%只是多出來的 不知道漲幾趴欸 對啊 你看多棒啊 這不過是一個手續電腦 按一下你就在賺錢了 所以你說服他了 對他願意借我錢 那他借你多少 我忘記是幾千美 反正他答應借我幾千美 然後我本來要很開心的 再把他拿去買虛幣 因為我需要透過一些手段 把這些現金換成 可以在虛幣上面交易的 你說那手段是合法的手段嗎 合法合法 但是有一些複雜 所以我也省略不講 省略省略 你的討論圈 嗯嗯 那時候開始就有人丟出 一些訊息 不多 但是就說欸 我的虛幣轉不出來了 轉不出真的現金 對 在裡面轉不出來 對 就轉不出來 然後但討論的人不多 嗯 然後再過一天 很快喔 就再過一天 大家開始紛紛說 完蛋了我轉不出來了 哦 所以在這之前是 你想轉出來就轉出來 對 對你好像也跟我這樣講 反正你隨時要領存 換成現金 你就換回來 很快就是平常說十分鐘 十五分鐘 他就回到你的戶頭 你的戶頭 就真的賬戶有現金了 對答對了 是 那個時間點 就是揮不出來了 揮不出來了 然後開始大家紛紛就是告急說 欸怎麼辦我轉不出來了 到底發生什麼事 可是這時候官方 都沒有出來說發生什麼事情 嗯哼 對然後 在隔天的新聞就爆 他倒了 你說那個前三大 前三大 你又說哪一個 FTX FTX就倒了 去年前 那是去年嗎 對這新聞 反正蠻大的一個災情 如果有玩虛擬貨幣的人 應該都知道 他的災情非常大 因為他靠了非常多的手段 把虛擬貨幣 不管是真錢或是虛擬貨幣 到他的交易所去做買賣 他的島是無聲無息 直接掛點 讓你再也轉不出來 對 然後因為我投了也是十幾萬了 然後就在裡面 我還要試著 我可以登錄 我也可以看到 我上面有多少顆 現在還是可以登錄 現在 我氣到已經把它刪掉了 直接刪掉了 你搞不好要回來 但他有後續我等一下可以講 OK 就我可以看到 我有多少虛擬貨幣在裡面 可是我完全沒有辦法 就是做任何事 轉不出來了 因為他其實是透過一個區塊鏈技術 把錢轉回來 然後我丟了出去以後 就是好像石沉大海 就再也沒有回覆 對 就是沒有無聲無息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然後那時候 我第一次覺得說 我靠 莎小 妳了解到 錯愕 妳那個大道場阿貞的想法了吧 妳頓時懂妳媽了 蛤 怎麼了 我覺得 當下會覺得很錯的事 蛤 不可能啊 怎麼會發生在我身上 不可能啊 他這麼大耶 超級悲 對啊 NBA NBA 好 Curry都有買 前三大 說倒就倒 我當時Curry買我也買 怎麼可能 我內心就是覺得 不可能吧 蛤 不可能吧 我一直在告訴我自己說 不可能吧 總會回來 然後狂搜搜尋很多很多的資料 資訊量 然後包括在我的那個 就是一個小群組裡面 大家討論 然後有一個 那時候我追很多YouTuber 就是有拍虛擬貨幣的 對 大家都驚嚇一波 我相信大家也都 虧了不少錢 對 然後 一直到 我真正開始釋懷的原因 是因為我看到 我那個群組裡面 很多人投資的金額是 上百 上千萬 所以你這十幾萬還好啊 小事啊 我真的是小事 因為 那種上百上千萬 他們還約出去說 要不要出來聊聊 聊什麼 那是心靈上的聊天 有的是可能投期款丟進去了 對喔 對 然後有的是爸爸媽媽的退休金丟進去了 對 對 因為很好賺嘛 前一陣子大賺特賺啊 就會激起大家想要貪念 再投更多 就是一個貪啦 這個身家都進去了 結果化得了得了 對 沒錯 還好你有忍住欸 你算有小小忍住 只丟了十幾 沒有 其實我也不算忍住 因為我後來投資一檔非常非常好的股票 那時候我有撥一些資金跑去虛擬貨幣 哎呀 如果你放在股票 對對對 沒錯 哎呀 對 但是我覺得釋懷的原因就是 好險我金額真的不大 就你會不爽 但是不至於影響到你的人生活 你的生活還不至於有動盪 對 但很多人的人生都是有被影響到 對 尤其是 就通常投資虛擬貨幣都蠻年輕的 一定的啊 老人根本不懂 我聽不懂 我跟什麼東西一顆兩顆 沒錯 沒辦法說服我去投資啊 就大概三四十歲這種 差不多 就是比較年輕的 然後 我其實我覺得最對不起的就是 相信我也一起去參加 就是在這個交易所的朋友 哎呀 蔡中漢投了多少 沒有 我那時候完全沒有 因為我那時候沒有資金 所以沒事 真的 有資金應該今天想投了對不對 我APP什麼都下載 就沒資金 好就沒錢 前期都做好了 對 贊號都申請了 沒錯 就我覺得我蠻難過的原因是這樣 但我覺得很 其實蠻自責 因為我沒有做好前面的把關工作 我就推薦給別人 所以我可以理解 為什麼現在大家叫我推 我沒有辦法推的原因是 因為投資真的有風險 對 沒有絕對穩賺或穩賠 有一天他可能就消失在這個世界上 然後開始報導就出來了 這個FTX的創辦人有多可惡 自己在巴西有一個豪宅 就是拿你們這些投資人的錢 全部都負面了 就開始出來被挖出來了 沒錯 然後因為美國政府對於公司要解散 有一定的那個法律條款 然後還有派就是專業的解散人去處理這件事情 然後那個人對外的宣稱就說 他從來沒有看過賬物這麼亂的一間公司 然後就貼了一個貼圖 就是一個主管跟下屬的對話說 下屬說我今天要買什麼什麼東西 然後主管就OK 帳就出去了 反正內帳外帳亂七八糟 亂七八糟 對 然後甚至他多少欠多少帳 投資什麼完全都一概都不知道 對 反正就是一直收吧 反正很多錢 我就換成我的現金 然後買我要的豪宅 沒錯 然後因為整個財務有沒有健全 無所謂 無所謂那不是他管轄範圍之內 然後因為他是前三大 等於是虛擬貨幣也是一個樹狀圖 然後他第三大倒了以後 後面一圈那股就開始跟著倒 對因為大家會互相投資 我後來在香港也有一個虛擬貨幣交易所 它還倒 像是我本身有儲還兩個交易所 都倒了 現在還有嗎 現在還是有交易所 現在還是有交易所 幣安是最大交易所 它沒有倒 但是我個人是不會再相信交易所 搞不好他會觸摸的很好也不一定 我不知道 也不一定啊 我現在心裡有恨 然后我想起这件事情 是最近虚拟货币不知道为什么又起来了 我去看了一下 可能他的价格又回来了一些 所以又激起一些 开始有虚拟货币的NFT出现 ETF出现 ETF 好难哦 ETF出现了 对对对 没错 那又是什么东西啊 股市型基金 就是把虚拟货币的那个价格 放到股市里面 他等于是一张股票啦 啊谢谢 我们该去听股啊 他有聊吗 然后开始开了一些虚拟货币的节目 对然后 开始有一些虚拟货币的交易所 又复活了 是以前的复法 是弄新的公司出现了 新的公司 新的开始出现了 因为操盘的方式不太一样了 对然后开始周围又有人在讲虚拟货币 有点复兴的感觉 对我觉得虚拟货币本身 它可能没有什么好坏 它就跟股票一样会涨会跌 就是投资工具的一种 对投资工具的一种 那你本来就知道它高风险 就是高报酬 嗯 那如果你自己要涉入的话 我觉得 不要贪 不要贪 嗯嗯 都一样的 投资还是什么 我跟那女孩也同样 对 玩博弈也一样 不要太贪 对 赢要充输要缩 但我们回去看 我们回去看这件事的本质 虚拟货币是没有基本面 它不知道 你不会知道这个 虚拟货币的营收是什么 它会不会涨会怎样 没有一个依据 对 公司是谁 对啊 你看股票还有公司 那个股票背后 公司怎么样 股东 好了就起来了 它会涨就是大家去买 它会跌就是大家报卖 那你没办法预测说 那怎么样情况下 大家会去买 对啊 什么情况发生 可能会跌 对啊 没有办法预测 它没有得预测 它就是赌博 我觉得虚拟货币就是两个字赌博 嗯 对 那你要做的就是以小博大 对吧 如果你拿五百块 丢进去它变五万块 那你厉害 嗯 对 你就拿你的一些闲钱 是 你闲钱 我看到大老婆我先前有找十万 没有没有没有 我一块我都觉得不爽 哈哈 好了三万块 嗯 我把它赌到有十块 我就赶快说 对 我就说了 对啊 如果你可以 不要当最后一个 以小博大 那当然很厉害 但是你千万不能 哦 平常说我丢五十万进去领了八爬 没有屁用啊 因为那五十万你一定会 嗯 而且我那时候还去算 哇我今年可以领多少 明年可以领多少 后年可以领多少 做长远的规划 对 我做了一个长期的规划 规划个屁啊 后面都是零 但回到零的时候心情有多差 你们知道吗 然后我最近又收到 就是FTX寄来的信 嗯 才有寄来的信 对这间公司被清算了 然后开始要做一些后续的赔偿动作 哎哟哟哟哟哟哟 我本来想说这件事情 我就当做放水流 嘿 人生的黑历史 放推放推 对没想到它寄了一封信给我 然后跟我说 我可以上网 上他们的网站 嗯 去确认一下我的虚拟货币 在登录看看 对然后 也许可以赔偿 不一定 也许 因为这是集体的事情 也许 畢竟它有美国 有全世界有很多地方 它有日本 什么 很多地方 这是一个很全球性的大灾难 所以它到现在还要在处理欸 你們想要處理 美國的法案蠻不錯的 結果點進去 幹是詐騙 詐騙你那是料 你先收到詐騙 你點了嗎 有啦 搞不好是詐騙 沒有幹我戶頭之前 又沒了 連台幣都沒了 結果是詐騙 他那個我就做得蠻正式 他先寄一封信來 全部英文的 他是寄實體信 實體的 從美國寄來 對實體的 真的 然後全部都是英文 現在詐騙機團這麼厲害 執行長簽名嗎 然後你進去 還是要做雙層認證 然後進去以後 這麼像啊 我覺得挺麻煩的 因為他認證的東西非常多 他輸入一堆你的資料 包括你養殘物品 你確定 你確定 真的啦 因為網路上也有人在分享啦 就是他們那個什麼 什麼集體怎樣救助 然後我自己其實還沒登錄 因為太麻煩了 先不要 等一下真的被詐騙 觀望一下 他有一段 我真的覺得有點靠背 他叫我提供居住證明 但是你要提供的居住證明 要第一個 報稅資料 這麼細 對 就是你要把官方出具的報稅資料 或者是說你的帳單地址 什麼之類 居住證明 如果你是買房子 你可能 你的土地稅 房屋稅 對 就是你地址要是對的 哦 對 然後因為我隨便瞎傳了一個東西上去 結果就被否決了 哎呦 哦 那麼厲害哦 但我覺得很麻煩 所以這一塊我還沒有登錄完 你先看看別人登錄完 然後怎麼樣 你用那個圈圈嘛 你救濟小組嘛 對對對 然後我先跳到下一步就是我手上還有多少虛擬貨幣 你可以確認一下 所以我有比特幣啊 以太幣啊 多少多少 哦 你都有買啊 都有在 都有在 都在 都有在 然後 然後我去算了一下市值 市值多少 我那時候應該投十幾萬吧 嗯 那我那天算完市值是三萬塊這樣 不錯啊 對 台幣 欸 不錯啊 3萬台幣台幣 台幣 台幣 對 市值 拿不出來嗎 它沒有歸零 但至少好像 本來本來就是那樣吧 不是 我們來想想看 如果3萬我最後真的追討回來 它會給我多少% 有沒有50% 哦 可能不會全賠你啦 怎麼可能全額賠全市值那麼多 因為它去拿去買豪宅啦 對啊 它現在我看它說什麼 它已經追回70%的債務 什麼外債什麼的 哦 對 但是怎麼分配沒有人會知道 它搞不好優先債權 誰先還 我們這種小 基層的 十幾萬的 輪到你很後面的 哦 所以美國政府現在正在追討 有在做著處理後續的債務的問題 有在處理 我覺得應該是有 只是你到真的拿到那筆錢 搞不好會不會是我65歲 哈哈 你來不及了 怎麼了 我們收到消息了 對 就今天啊 它是 對 但是 因為我後來我算一算 我覺得太美猴了 9月29號 截止是9月29 對 你要回傳那一封信 對 就是你要把那個登錄做完 但我覺得算了 我覺得太麻煩 而且我想到就7 欸 搞不好救你一命 你這個懶惰 以後 搞不好那批人都被詐騙了 其實我今年已經賺超過這個錢了 哦 哦 哦 我在那邊跟你搞東搞西玩 還不如好好了 搞不好還被詐騙 對 我還正正常常的去投資就好 我才3萬塊 你不要還我1萬塊 你有沒有沾沾自喜 真的 我一個月不只3萬 對啊 為了那1萬塊 幹我被詐騙了 而且我查到新聞 真的 有人被詐騙 哈哈 因為他那中間的程序 真太複雜了 他說負責處理這件事情 那個網站被害 哦 靠北 所以真的出現釣魚網站 然後有人很早上傳的 他們各自就外泄了 是 哦 所以原本可能真的是官方來的 然後有人上傳了 但被害了 對有可能 虛幣的世界就是這樣 非常麻煩 你如果不是透過交易所 比方說他們會有什麼冷錢包 熱錢包 就是你可以不用透過交易所 去買虛擬貨幣 你可以自己去買虛擬貨幣 放在你的冷錢包或熱錢包 光他小啊 冷錢包熱錢包 冷熱的在乎 冷熱的分點就是在於有沒有 什麼連線 這點我沒有搞清楚 所以我們那時候當時沒有一座 但是你放在你的錢包 你也會被害 蛤 什麼東西啦 什麼錢包 那錢包在哪裡 在我抽屜裡嗎 錢包其實就是一個APP 就是一個APP APP 對 那個APP說下架就下架 冷錢包熱錢包不會 它就是一個APP 什麼東西啦 如果我看YouTube拍 它有一個實體的 像一個盒子不是嗎 沒有吧 虛擬貨幣就虛擬 哪來的實體 不是存在裡面 沒有 然後重點是還是會被害 就是在這個市場上 就還是會被害 了解 好啦我們結果絕大部分的平民老百姓 就是當作一個鄉野傳奇 在聽一個有趣的故事而已 其實我相信很多人都有投耶 很多人都投啊 但大部分的應該都是聽不懂 年輕人搞不好 年輕人 因為我那時候看很多十幾歲的年輕人 就在投 就在玩 因為他有一個觀念 我覺得當時非常吸睛 就是現在的社會 你已經沒有辦法改變他們了 尤其老人已經佔了非常多的資源 既得利益者把持所有的 大部分80%的資源 對 那你們要怎麼翻身 你就要靠新科技新事務去翻身 這是真的啊 對 這是真的 然後虛擬貨幣 它就是一個新科技新事務 雖然它起源於2007年 2008年 哦 金融海嘯2008年 嗯 所以我那時候比特幣剛出來 然後經過這麼多波 它說服我就是 經過這麼多波 它還是可以存在這個金融市場 欸 所以它是不是值得考驗 有它的價值喔 有考驗嗎 有經過考驗的 對 沒錯 所以你不要擔心 它不會怎麼樣 它不會沒有突然變零的 它沒有變零 只是交易所會倒 但也會有新的交易所出來 也是有沒有倒的交易所啊 有啊 幣安就沒有倒啊 對啊 沒有倒啊 最大的沒倒啊 但是當第三大的倒的時候 所有的交易所 所有的貨幣都開始往下跌 跌到真的是 我只能說貼平 但最近有復甦啊 最近有復甦啊 就馬 就馬斯克就很愛虛擬貨幣啊 他那時候特愛一個狗狗幣啊 狗狗幣 狗狗幣 他還說狗狗幣 你可以拿來附我的那個特斯拉 你可以買特斯拉 對啊 我甚至覺得他就是創辦狗狗幣的人 你知道嗎 大家知道虛擬貨幣怎麼創辦嗎 怎麼創辦 就是你只要弄一個 我記得當時去一個網站什麼 然後就按什麼發行弄一弄 你就可以發行咧 只要有人買就好啊 重要是有人買就好啊 有人買價格就會上去啊 所以很多名人都會弄嘛 對啊 那有號召力的影響力啊 會買啊 他毫無成本 又可以亂發行 但如果有他的價值的話 那個東西就會上去啊 他沒有一個基礎嗎 沒有啊 沒有啊 有一個基礎 是啊 沒錯 所以我們一般人就要靠這樣翻身啊 其實說真的 我記得在那個時候很熱的那時候 房市也很熱 很熱啊 很多那時候賺了一筆錢的人出來 全部投房市 因為賺快錢 他那真的很快 就是快錢啊 我才丟多少錢一天 可以賺多少 一千美一千美咧 對啊 就快錢賺到之後 你要丟什麼罪文 不動產 那還要聰明 你才拿出來 那是有拿出來的 對啊 你沒拿出來 你都卡在裡面啊 像我記得 久妹就拍過一個他朋友 玩虛幣 把兩間店倒掉 就弄倒 然後現在在開 那個 實機當司機 哎呀 對啊 就那個紀錄片 我也看得有點 心酸跟 就是 大家更苦的人很多 沒錯 所以你要好過一點啊 對 所以我要呼籲大家 投資真的要謹慎 是不是 還有一句話很重要 來 沒有賺到沒有關係 但不要賠錢 嗯 嗯 對 這句話好像沒有那麼厲害 哈哈哈 你可以講得更漂亮一點啊 沒有賺到沒有關係 不要賠錢 你可以 還是要發自內心的 沒有 好 我討論一下 要很美 很漂亮把他說出來 不要想著賺錢 要怎麼想著不賠錢 哎呀掌聲啊 這懂就對了 好不好 就是你一瞬間聽很 好像很厲害 但是你要去想一下 哦原來就是 哦你不要賠錢 你不要賠錢就好 巴菲特有個故事啊 要講巴菲特 我最近特愛巴菲特 因為我越看 我覺得他的理念 跟我越來越相似 還是我跟他越來越相似 你的level有點接近他了 因為他巴菲特的理念 是價值投資 他買了這張股票 他說如果你連5年 10年都不敢持有 那你10分鐘都不要持有 他的意思是說 你不可以買一張股票 你就馬上隔天 想要立刻致富 這是不可能的事情 你就是要5年10年 對你要先 你要先可以擁有他5年10年 你再來想買這張股票 哎呦 對我覺得這個理念蠻好的 因為你要讓一間好的公司成長 他需要時間 他如果隔天就長 他做黑的嘛 對不對 等於做黑的啊 快錢啊 等一下就不是快錢啊 對啊 所以他投資的公司都是 真的他很多都是長投 像可口可樂就是他最長投 投了三四十年 他自己愛喝啊 他的前提就 我自己愛喝 我可以喝5年10年啊 那我就可以 而且他是一個散熱循環 為什麼他後來開股東會 桌上都會放可口可樂 這些股東不喝嗎 那他的理念就很簡單 他買來以後 他就說他沒有過人的智力 他就是過人的耐力 他買來以後就放著 然後時間久了他就致富了 然後就有人問他說 你的致富條 你的致富的理由這麼簡單 那為什麼別人都做不到 沒有辦法選你 他的回答就是 因為在投資的路上 沒有人想要慢慢致富 哎呦 所以一定要怎麼樣 保持身體的健康 那一杯比較困苦就你會 對嘛 對 沒錯 對 就是這樣 你看他長命百歲 要健康的身體啊 是的 怎麼會回來啊 一個好的投資 應該是你把你的錢 放在那邊以後 你去做你的人生 規劃你的生活 好好做你的工作 但是時間到了 你再回來看 他又帶給你一個收入 你十年二十年回來看 哇多了一筆 對 然後你完全不用擔心他 你不用擔心他明天就不見 對吧 哦 對 他不會影響到你的任何生活 這樣才是一個好的投資 心態也比較保守 就是不是要賺快錢 對 沒錯 但如果你想要賺快錢 那是別的方式的 別的東西的 對 那就是賭博 如果當算不出你的投報率的時候 其實那就是賭博 因為你有個預期心態 所以你的虛擬貨幣算是賭博的一種 你會偷看 算是 現在我看虛擬貨幣絕對是賭博 絕對是賭博 賭身家啦 看你身家多厚嘛 不然你拿身 你就是有閒錢 反正那筆去了 沒關係 拿來玩 就是那種心態嘛 那種心態就可以啦 是 沒錯 好啦 那怎麼樣 最近有沒有什麼股票值得買的啦 他就說他不推薦啦 不對 我不能推薦個股 但是我可以推薦大盤 什麼 如果看這個話 這個話 怎樣的 因為我那天看那個大頭佛工作室 在發那個我們的發文 欸 他怎麼上班時間大頭佛出現在我們辦公室 幹嘛就步道大會是不是 對著底下的那些妹妹們 然後重點是耶人還出現在下面幹什麼東西 剛好他來 他是應該送中秋禮盒的吧 對 然後就被抓來下面 然後慢慢點頭頭 而且他真的跟我談生意的 突然被抓去步道 你跟他聊什麼 他們想知道 未來的走勢要怎麼樣這樣 所以你們那天在聊股票 是講投資 喔沒有 我其實應該不太會跟他們聊單一個股 但是我是建立他們一個心態 大盤 聊大盤 因為年輕人通常都是想要趕快賺塊錢 嗯哼 所以忍不住想要趕快 喔 韭菜的心態就是這樣 欸 疊也 疊也怕 漲也怕 來 為什麼漲會怕 疊也怕的原因是因為疊了嘛 疊也一定怕嘛 對 為什麼漲也怕 我怕我賣在不是最高點啊 大家都想賣在最高點啊 那我就是虧了啦 對啊 那跟白癡一樣啊 對 他 我如果覺得你疊也怕漲也怕 那不要玩 哈哈哈 因為股市不就疊就是漲 那你還想他怎樣 哈哈哈哈 對吧 就不要在股市裡 吃瓶沒事 哈哈 吃瓶要幹嘛啦 吃瓶超小啊 拿去買你喜歡的東西啦 對啦 其實 參與一個股市 你就是要感受它價格就是會上上下下 然後這段時間它雖然會跌 可是你回去看它如果是一間好公司 它就會再回來 你給這年輕人這種心態 如果你想要投進去的話 沒錯 你不要一直覺得 你買了隔天它就要漲 其實你到底是誰巴菲特買的隔天 都不會漲 對吧 不要那個想要賺快錢的想法 一買然後就被這張股票套牢 卡住了 就每天我的生活就是要跟著它走 然後每天看它上去下去 你的心情跟著它起起伏伏 他的營收這樣子我怎麼辦 營收不是你要擔心 那一間董事長才要擔心好了 哈哈哈哈 這就是什麼 買太少 哈哈哈 刺激太少了吧 多買幾張多買幾年就習慣了 對對對 跟你們買房子 多買幾間就習慣了 你說你背是不是 哈哈哈哈 對嘛 一開始簽第一間 很緊張 背那個貸款 一千塊 好可怕好多喔 背著背著 兩千萬 關係關係 兩千萬OK啦 OK啦OK啦 對啊還好這樣 沒有但其實是不是 以老一輩蠻多是這樣 他們都會時間到 早上就去股市股 對對對 去那個股市看現場的 對對對 看看 很多人欸 啊營營嗎 因為以前我們在那個早餐店打工 然後樓上就是那個股市 每天早上就很多人買早餐 然後上去坐著 中午就下來 看盤看盤 看盤 看到中午 每天在那邊起起伏伏 心情好或不好 因為每天下來都知道 一定的啊 有有有 長的話後來 今天身邊就好啊 對對對 下來心情就好 如果跌的話 幹你娘咧 然後跟幾個老朋友 啊幹什麼啊 三小 對對對 我跟你講 因為是那種人 你問他買了多少 他真的都還好 都很少啊 對 通常買到夠多的人 他其實就是放著了 對 然後生活會過得不錯 哈哈哈哈 欸小心喔 怎樣 很多那種 賣很多也是這樣看啊 那就是他的退休生活啊 對啊 所以 我應該是說 如果你靠的是 你靠的是賺價差 你可能就會被綁住嘛 哦 不是賺價差 那如果靠的是 公司分紅鼓勵的話 其實我覺得 他的漲跌 對你來說沒有關係 你只要確認 他每年都會給你 嗯 然後 他都賺錢 沒錯 都賺錢 那你就好啊 穩定成長 然後這家公司穩穩的 是是是 然後什麼財報都很健全 然後他做的生意 都政黨生意 沒錯 這很重要 奇奇怪怪的投資 沒有 對對對 沒有 然後那個董事長 他們李堅士都很正派 對對對 哈哈哈哈 我現在還會去看 李堅士的學經理 連李堅士也要看喔 學經理我都會看 比方說他做的是國外生意 那他有沒有一些 喝過羊墨水的經歷 結果是那個什麼 社工出身的 靠北 哈哈哈哈 社工又怎麼了 哈哈哈哈 而且我教大家一個秘訣 秘訣 如果你看好那間公司 你去查他董事長 對 就他董事長的人生 你把他翻譯輪出來 看他怎麼爬到這個位置的 對 如果翻出來以後 你還是贊同他的理念 你就可以投資這間公司 董事長 董事長有可能被推啊 所以應該要去看他的 李堅士 然後總經理要看嗎 沒有 因為像我投資的某一間公司 他完完全全就是被他 現任董事長救回來的 喔 對 那你不只要聽他說的話 你還要去看他做的事 比方說 因為現在其實網路什麼都很發達 有很多資料查得到 對 我會去看他三年前講的話 喔 他三年前一定會有一些人生規劃 或者是對這間公司的期許 欸 三年後有沒有達到 唉唷 對吧 唉唷 那你不急著上車啊 對啊 慢慢看啊 對你就慢慢看啊 你的錢在握在你手上 所以咬你是不是 哈哈哈哈 很多都這樣 我今天沒買好像就錯過了什麼 就一直一樣 稍微賺到一點點錢 幹沒有花 那會咬你是不是 一會咬你咬呢 目前 我們手上有一隻 在漲了快200%的公司 唉唷 這不能分享對不對 還不能分享 哎呀可惜啊 但是 您私下跟我分享 當時很低點的時候 那時候我有抱一些朋友買 喔 然後有一個朋友 可能就上車了一下 然後賺2000塊就跑 趕快跑 哈哈哈哈 然後我就問他說 因為他成本真的很低 嗯 連一台Gogoro都不到 嗯 幾萬塊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可惜耶 幾萬塊對於人生 其實你放在那邊 不會有太大的影響 也不會影響你的生活吧 對吧 我投入5萬賺了2000我就跑了 對 這麼客氣啊 你應該給他一點時間 讓他發酵 嗯 他搞不好後面會 回饋你10萬 15萬 對吧 然後他就說他會怕 哈哈哈哈 怕賺錢 對 長也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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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哈 跌也怕 對 都怕 那你還趕快出去好了 好那你趕快出去啊 欸啊最後我想問一下 哦 爆搖逼知道你在虛擬貨幣上面翻車他的反應 哦 他反應怎麼樣 哈哈 因為其實我本來有跟他借錢嗎 對啊 但其實我還沒投進去 就跟他借的那筆還沒投進去 嗯 你不是說已經換美金 然後要預計手法讓他進去 啊對啊 還沒啊 剛好啊 剛好發生事情 哦 嗯嗯 還好耶 好險他運氣好 對啊 他運氣其實很好耶 運氣超好的耶 對啊 對啊所以我要跟他借的那筆錢 其實還沒有投入 哦哦 所以就原封不動的還他了 對啊 所以翻的都是我的錢 他還沒什麼好講的 哈哈哈哈 所以他也沒有笑你 也沒有虧你啊 這有什麼評論嗎 對 不過因為好險是 這件事情發生在 我的股票市場已經有獲利了 哦哦 所以他反而 反過來安慰我說 沒關係啦 對 因為就是 雖然我們 因就是失去了這個部分 但是我們看看其他 就是正收益的部分 然後整體來說我們還是有正收益 沒有賠就對了 對然後學到這個經驗 哎呦 哎呦 爸爸病人生觀掌聲啊 很正向積極耶 這就是正常 非常很棒的那種 夫妻互動良好的這個型態就是這樣 是哦 那他還沒出錢啊 靠腰汗 不是啊 很多會笑啊 我今天如果宏佳 你投資失敗 你蔡總他會這樣講嗎 蔡總你會這樣講嗎 他說啊沒關係啦 我們喔 至少學了一次經驗 哈哈哈哈 他也這樣 看法 你是不是會罵他 你會罵他嗎 沒有 但你有另外的那個啊 你有那個 對 他的前提是他股票那邊 平衡掉啦 對啊 他平衡掉啦 沒有比如你把你們兩個的 頭期款啊什麼 然後全部賠進去 那不一樣啊 我覺得你講的不一樣 對啊 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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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一定 就算你有平衡掉 幹你 假的了 好 你就沒有投進去的話 什麼平衡 平衡掉我們還賺3萬塊 靠北你就賠了10萬 你沒賠的話 我們是淨賺13萬耶 幹你講的白痴喔 就去你賣賠 什麼遜你貨 你白痴啊 我覺得你講的好像 我有那種既視感 哈哈哈哈 對 好像會 對 巴比來看很開這樣 對 至少平衡掉我們 整體來說 我們是沒有賠 對 你就當作是投資一個東西 失敗了嗎 就是少賺 少賺而已 對對對 少賺了 看總體大水庫 對對對 總體大水庫 還沒有缺水的危機 就還可以 是的 好 大家學起來 除了這個投資的心態之外 這個夫妻 互相間的這個良好的互動 就是要這樣喔 沒錯沒錯 對 所以他也沒有覺得 很憤憤不平 還是不開心 沒有 也沒有責怪你 沒有沒有沒有 很棒 你看看 而且我們現在每天晚上都會花 兩個小時在看非凡新聞 一起看嗎 對 就是我們的興趣 那很好啊 他也在看 可是他投資非常保守的人耶 喔沒有 他是玩過當衝的人喔 什麼叫當衝 當衝 上班的時候在玩當衝 看你們兩個夫妻倆上班不上班 一開始樂衷於投資股票是他 真的喔 他比我還要樂 我那時候聽說 我想說哇好酷喔 他竟然敢玩當衝耶 來當衝我跟大家解釋什麼 當衝就是那天股票開牌 你可能看中了一支 你買了以後 當天就賣 喔 對 這真的才是快錢啊 對 而且當衝你不可能是衝弄 兩三萬金額的股票 因為他漲幅是10%嘛 所以你10%你漲跌 幾千兩三千塊衝他小啊 對 通常當衝你都會玩弄 兩三百點 五六百點這種股票 他漲幅10%你才有感覺 所以比如說一天 你可能會偷10萬20萬進去 沒有 你可以買一張台積電就50萬啊 你就賭 你就賭今天台積電 他可能會漲停嘛 你如果沒漲的話 那你就兩日衝嘛 也可以隔日衝 你等明天 也可以啦 通常賣牙出現的時候 會連掉三根 我跟你講 你就週衝嘛 下週再衝嘛 所以有的人玩著玩著 就會變住套房 所以當衝的心態就是 我不管賺多少我就出來 不管賠多少我就出來 對 其實當衝最重要的就是 你要有一個自己的那個線 對 你不要怕虧 對 你到了時間點 你覺得要出就要趕快出 而且 但是他們有時候一衝下去 可能一天上下就是幾萬塊這樣 哇 對 但你有可能一天賺幾萬 你有可能一天賠幾萬 一天賠幾萬啊 對啊 通常 當衝就是在賭啦 對 通常賠會大於賺 我看過人家是那種槓桿 去玩當衝很可怕 就借錢來 那個先不建議 除非你身家很厚 一般人是不建議這樣玩 當衝都是在賭 通常沒錢的人才會開槓桿 有錢就不會開槓桿 對吧 是啦 就是 跟你拚啦 爛名一條啦 跟你拚啦 你不跟你拚 拚到就我 也有過的啊 有過的他可能就翻啦 就翻啊 但通常有過的翻了 下一次他可能還想再玩 就拜拜了 對 所以其實很多人去統計 當衝要賺錢 跟長期賺錢 長期的勝率還是比較高的 對 一定的 你放長期決鬥 十讀九輸啦大家 對啊 你放長期就贏的那個 就放長期的那一個人嘛 對啊 那長期就是利率 就每天在那邊給你 一年才幾%幾% 你就不爽嘛 你每年幾%幾% 你就丟個幾千萬啊 幾%幾%就很多 那你也先聽到幾千萬啊 幾千萬 那就當衝先贏個幾千萬吧 那你要當衝到贏幾千萬啊 對啊 那旭女會不會先買嘛 我們拚那種幾百%的 欸靠北 我變韭菜了 就這種心態啊 原來是這種心態 我有一個很喜歡的分析師 就是他年紀蠻大的 然後他曾經是那個華爾街什麼 多厲害的經理人 他操盤真的蠻厲害的 但他說呢 他就是有一次他就覺得說 哈菲特都可以all in一檔 未來all in一檔 所以他就all in了一檔 股票 結果那次就讓他翻車了 喔不是翻車 那三生啊 翻車 以後就不敢了 然後他的理論我覺得不錯 他說其實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投資方式 搞不好他的命就是沒有all in股票的命 對啊 對 看名牌的 喔你有偏財運 你有正財 對對對 沒錯 他就是命嘛 運氣嘛 他就是命 所以他就再也不all in一支股票了 喔 對啊 那就回到我們之前講過 就是試嘛 你要自己試 但是在你的能力之內 不然先去算命啦 哈哈哈哈 你有沒有正財還是偏財 如果你就 老實的功力都沒有偏財運 你就是正財 你就要腳踏實地慢慢存 那你就存股吧 你就存吧 對 你就買一些很穩很穩的股票就好啦 很穩很穩 對對對 對不對 嘎哥的也是有啊 嘎哥出股票是不是 嘎哥也是在這個89年前買了一支股票啊 我跟你講 那支股票 股神 少年股神欸 現在回頭頭來看 十年了喔 我跟你講 你現在繼續放五年 他會不一樣 是不是 對 因為那支股票在網友的口中 戲稱他是穩中穩 穩中穩喔 當年 我說少年股神 這個幾趴喔 我打開我的App 我獲利是30趴欸 他也不錯 是喔 30趴 他現在100多 100多喔 我90幾買的 沒錯 那123 然後繼續再往上飆 而且你都沒有理他 我沒有理他 他每年鼓勵 每年鼓勵還是給你 幾萬塊 幾千塊 你還可以去現場拍桌欸 可以啊 快幹 你們收信那麼差 超我小的 沒有 我分享我自己可以嗎 可以可以 OK 跟你講北投 你在收信這麼快 誰問這麼沒光鮮 你要知道我是股東欸 我是股東欸 賣得五張咧 超小咧 五張不是錢喔 去拍桌 我現在 甚至會看一下錄影股東會 我就會看到我這些專業股東 真的會去鬧欸 去拍桌 然後他就跟那個董事長說 你投資那麼多子公司 你告訴我哪一間會賺錢啊 我知道 只要好跟你講啊 所以我可以去拍桌囉 你可以啊 中華電信什麼時候要開股東 不是不能講嗎 不是 我自己經驗可以講嘛 你自己買啊 可以啊 你自己 對啊 自己經驗 而且也很久了 90年了 快10年了 就一直擺著啊 每年都會收到一個信 然後上面就是說 什麼鼓勵 說你怎麼有這個錢 對啊 每年的時間到就會寄來 就是鞋子那時候擺著放著 你們那時候我們買的都五會不會 我就買中華電信這樣擺著 穩啦 穩中華 是不是 少年股神 30%欸 我跟你講 10年前 一支股票漲不到30% 已經獲利很不錯了 是不是 對啊 你這個期間的這個 那個鼓勵不知道 我已經拿了 十幾二十萬 對啊 然後他又漲 沒錯沒錯 是的 是不是 而且他真的買到忘記 那個大家聊股票的時候 他都說我沒買股票 我說你有 對對對 每年報稅都有鼓勵 對 他怎麼沒有鼓勵 那個APP已經沒辦法登錄了 請問 他已經沒辦法登錄 是真的 這是不是 他分享一下啊 他是不是一直開那個APP 我怕你的APP不能登錄 有啊 不是APP 就那個銀行的帳戶嘛 對對對 對嘛 大家可能已經不知道怎麼交易 我已經沒在交易啦 就是沒有 哈哈哈哈 這什麼 嗯 哦 他不是 他是加 哦 對對對 加欸 加加24%啦 什麼意思啊 就是 這是你的獲利 這是你的PASS數這樣 哦 但這中間 中間我已經不知道領了多少啦 對對對 中間中間的鼓勵鼓勢再算進去 他應該超過30%了 他的市值的話 就是已經 二十幾%了 對對對 然後我再加那些 每年的領的那些鼓勵 對沒錯 30%啦 是你看 你又默默的實現了巴菲特的 是不是 那條路 對吧 對嘛 慢慢致富 五年十年對不對 對對對 有超過 我覺得超過 巴菲特這個人我欣賞 哈哈 你等一下給我他的Line 我跟他聊 他 對啊 他是在走嘎瑟的路啊 你先去學英文 他是外國人 哦是嗎 他不是姓巴喔 姓巴菲 啊美國人喔 講了一半 跟巴哥有什麼親戚關係一樣 啊美國人喔 對對對 對嘛 我放了這種五年十年回頭來看 中了嘛 是是是 那是誰介紹你買的 是誰需要介紹 不要嗎 買中華電機也要介紹 沒有就是 我覺得股票這件事 是不是要有人找你 帶你 去做這件事啊 就那時候大家想要一啊 幫你偷偷吃啊 我們三個是一起開戶的 在那個時間點一起開戶 然後自己選自己想買的 對 各自買了一些 啊我就貪生怕死啊 那中華 啊因為他手機就用那個 他就買了 對 中華電單按很穩啊 你隨便吵著 穩中文啊 他其實已經實現了 放長頭就會賺的這件事情 他唯一缺少就是你繼續投資他 哦對喔 沒有繼續投資 對 因為如果你繼續投資十年 現在的獲利不得了 對啊 欸92塊買的呢 對啊 92中華電信欸 而且你再給他五年 中華電信會不一樣 欸我沒有講什麼吧 不可以 對他有可能會換人 哈哈 哈哈哈哈 董事長 民營化 都會重新裝熟 自衛出台 對對對對對 沒有 因為有人說電信業 它是不會倒的原因 是它現在已經是必需品了 對 你可以不用吃飯 但是你不能沒有網路 不能沒有手機 沒錯 是的 嗯 對其實 但你現在要有進場 都覺得 幹我才賣90幾 現在100多我要進場 跟白癡喔 所以當你有這個心態的時候 你可以換個方式 要嘛就去投資其他公司 電信業還有很多 都會不只有中華電 還有原廠電跟海格大 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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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你只要電信業的話 電信產業還有很多啊 算了啊 中華電就好了 對啊 算了算了 然後再來就是你設定好 定期定額你也不要看了 你就是設定好 就一直扣 一直扣每個月 你就存一筆錢進去 然後每個月幾號 就一直扣 你這心態不錯 對啊 我就可能半年就買個幾張 嗯 還是零到年終我就買個幾張 不要看 你不要看了 十年後 高哥就在跟你說 你看他媽的少年股神啊 我十年前就買了啦 我直接跟你說 你這樣絕對是賺 啊 廢話 講這種 沒有 你有挑對公司 對 這種是挑對公司 我媽以前年輕的時候 挑錯公司 所以她知道我在存股票 她說欸 股票不要玩 我以前都賠很多 哦 因為她挑錯公司 沒錯 她挑那種不會十年 二十年都還在的公司 那幹嘛不挑十年二十年都會在的咧 啊因為那時候 對啊 賺不了快錢 賺啊 賺不了快錢 對啊賺不了快錢 這個就真的是當存錢而已啦 對啊 只是比定存 銀行定存好 好多喔 你又不敢在那邊投資 那時候 又沒時間去研究的話 這個是一條路啦 對 雖然慢 但是我跟你講 她的 她絕對比定存好 而且電信業 它有個不可撼動 嗯 就是 台灣 它是許可業務嘛 嗯 這是要講起來 就她要做電信業 她是需要透過許可的 嗯 所以第一個 她已經是寡真市場 大家其實弄去就那幾間嘛 是是 對啊 然後再來就是 她現在又是名聲必需品 未來4G 5G 6G 7G 8G 你覺得 她不會差一腳吧 等到10G的時候 我自己張不得了 哈哈哈哈 躺著 沒有但真的很有差 像我們以前 就在電信業工作 然後我們都會很羨慕中華電信的 嗯 因為走 她的那個 門市人員 永遠不用擔心業績 不用在那邊摳客啦 欸要不要來買門號 我最近有什麼優惠 對 不用摳客 永遠不用 就是我們的夢想都是繼續 中華電信上班 哈哈哈哈 這真的 就是大家希望 電信業的公務員金放晚啊 對啊 你永遠坐在那裡 就會有人來了 對啊 你看喔 她雖然不會大漲 可是她不會大跌 不會 而且她的員工 都要必須要買他們家股票 是嗎 嗯 她有個機制 這麼好喔 就是公司 平常說100塊的股票 公司出60塊70塊 員工只要出30塊就好 這麼好喔 對 就是員工 所以她有一群員工 在支持著中華電信的股票 那我一定盡心盡力 在中華電信 因為我不知道多少股票在裡面 答對了 因為我曾經有遇過 一個中華電信高層 她從很年輕的時候 就開始買中華電信股票 我從基層開始買買買買買 然後他們聊天就說 欸我現在有幾百張 然後你有幾百張 我有幾百張 喔喔喔喔喔 哇你賺翻樓 哇 活越久 領越久 你幹越久 領越久 領越多 真的真的 沒問題的 欸不錯 這個理念 我就會來發行 我們哈哈baby開始來 我沒有股票 你現在開始 然後沒有股票 你們可以先新櫃 對 這樣不要 對沒關係 我沒有股票 然後我們下面子公司 慢慢慢慢 開支散業 樹枝圖這樣下來 沒有圖子圖孫 但一個倒就後面就倒 對 哈哈哈哈 就是會發行股票 是因為想要募資吧 對 要幹大的 要幹大的 我還沒想到要幹什麼大的 欸走出 走出台灣啊 對啊 賣向全球 對啊賣向全球啊 像iPhone一樣 東南亞 亞洲啊 亞洲盃打完打什麼 打歐洲盃啊 哦 然後打奧運 世界盃 世界盃啊 世界盃打完打什麼 打太空啊 哈哈baby 衛星啊 月球啊 沒關係啊 就錯劍啊 我沒有那麼遠大的包袱裡 就是 阿宇就打這個 打虛擬啊 虛擬是無遠佛界的啊 虛擬那起來就可以打了 世界可以打的啊 哈哈臂 哈哈臂啊 哈哈哈哈 對打鷹間 上面打不了 未來投資 對上面打不下去 打下面 打下面 我叫有銀行 對我叫有下面的銀行 打下面可以 對 他們家已經開銀行 交易所 我們走多前面 你看 信美交易所 信美交易所 北港走 我們在30級錢就在聊 對啊 打鷹間 打鷹間 沒錯 交易所 所以先來我們那邊存錢 以後就領對不對 鷹間交易所 然後發行哈哈幣 沒錯 我們現在就燒 燒實體的 沒錯 我們出那個金子名子 是不是哈哈 哈哈幣 擁抱點點 擁抱哈哈 有沒有 未來可以頂 你可以擁抱那個奈何橋啊 有沒有 擁抱孟婆啊 對 擁抱眼頭網 擁抱孟婆 擁抱越多 你積的音德就越多 對你進去的話 那個什麼牛頭馬 擁到牛頭 擁抱馬面 進去你就什麼 快速通關 快速 人家還在排隊 你就快速通關進去 而且你一定要說 現在買可能一千塊 你後面跟著通膨 就不是這個價錢囉 十年後變兩千塊 對啊 你真的下去要買就買不到 你到下去 可不可以漲價喔 沒錯 而且你缺錢 你還可以把賣給別人 對啊 下去是通用的啊 對 你就直接流通 流通網面 帶你到最前面 快速通關 沒錯 然後你先選 投胎 投胎應該 一個蘿蔔一個坑 對 投胎生孩子越來越少 對 重點喔 生孩子越來越少 沒錯 你要投胎 機會越來越少 對 你的爸爸媽媽扭蛋 你要扭到有錢人家富二代 牛頭馬面會暗示我說 那顆那顆那顆 會 好 OK 他會看 他那個iPad打開 他會刷的 會 他沒有做記號就對了 要拿一個 你有投資的這個 擁抱牛頭面 你有100顆 你要擁抱我 100顆喔 OK 100顆的先來 你們100顆的 100顆的先來 馬上手後面 你過來 對對 三顆的出去了 三顆後面 去後面排隊 再排三個月 奈何橋的另外一邊 還沒輪到你 還過不了橋 還過不了橋 原來你要先買擁抱孟婆 對 孟婆湯都還沒喝 想幹什麼東西啊 可能買擁抱孟婆 可以不喝湯 沒有 去喝冷的嘛 你 還不是喝熱的 孟婆要分 稍稍等我 孟婆 孟婆到50顆的話 有熱的 有熱湯可以 可以 你一兩顆你搞什麼 喝熱 喝冰的嘛 你可以是米其林的 大廚廚湯嗎 你就先選投胎 跟那個田志願一樣 一樣 先選 是是是 基因的 未來企業 可以啦 可以啦 不錯 我們 會選在明年 2024年 清明節連假 我們就會正式推出 開始發行 正式發行推出啦 對 沒錯 你在陽間 沒有辦法 騎得一席之地 到陰間 不能輸給別人吧 不能輸了吧 對吧 這投資報酬率幾% 這已經沒有辦法算了 你花個幾千塊 幾萬塊 對 以後你下半輩子 你的身價是幾億 你下去是幾億 或是你下一輩子 是幾億 還造福你的 下下輩子的子孫 哇幹 這幾千幾百% 我沒有辦法算 沒有辦法算 我真的沒有辦法算 這帶來的附加價值 太高了 好啦 留給你們自己思考 你們自己想嘛 對對對 我跟你講好東西 我們才推進給大家 你們兩個好適合去賣 賣什麼值 這不用我們解釋 解釋越多 你們自己去想就懂 懂的人就懂 懂的人就懂 現在什麼 洛陽紫貴 我跟你講 越多人懂 你們機會就越少 沒錯 你們想躺著賺錢嗎 這就是一個機會 躺著賺 真的是躺著賺 當你躺下去的時候 就賺 越早躺 越早賺 靠肥 對嘛 你現在越早投資 沒錯 以防萬一 你真的越早躺 哇幹 買保險 你走得很開心 幹你不要 不要再治療了 不要一直叫醫生 把管子拔掉 還自己拔 幹他媽的 我要先下去 我已經投資這麼久了 我投資那麼多 擁抱牛頭馬面 不要下去 我要回收 越早躺越早賺 成功的道路不擁擠 因為能堅持的人不多 沒錯 好不好 獻給各位啦 不代表本台立場 下禮拜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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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 自己去想想 自己想想 這不用多講 自己想 對 對 挤 恣 挤 toner